2007年秋天,父亲开始变得精神恍惚,他失去了很多记忆,就算是当下正发生着的事儿,也常常过眼即忘。 轻声的餐桌上,母亲须到询问着姐妹俩的近况,而父亲却一言不发,自顾自地将碗里的葡萄干挑出。 小女儿服美提醒他,这是他一家的调味品,老人这才欢欢抬起头来,他大概是能记得眼前人就是自己女儿的吧。 但一家人坐在这儿的目的,他却已忘记,老爷子做了一辈子中学校长,现在落得这般状况,难免自尊受挫。 他努力说着话,以亲能应付眼前情形,但三言两语过后,思维的混乱便被轻易察觉。 他给女儿推荐了一本书,非要现在上楼去取,女儿劝阻,他又突然暴怒。 母亲告诉两姐妹,父亲半年前就有了症状,医生说大脑会一点点萎缩。 姐姐玛丽担心母亲以后会很辛苦,而服美却一边将父亲跳出的葡萄干捡回碗里,一边喊着眼泪安慰道。 没事的,爸可是当过校长的人,一定没问题的。 人总是这样,糟糕的事发生时,总会下意识地不愿选择相信。 上楼,父亲正痴痴地站在窗前,他又忘了要做什么。 福美提醒说是来拿书的,父亲匆忙递了一本过来,但却不是书,而是随意摆在桌上的词典。 他还在努力掩饰着自己健忘的事实。 福美终于意识到,忘记是一件多么残忍的事,一生强硬的父亲竟因此而变得自卑。 事实上,姐妹俩都已有大半年未回过家,姐姐妈里虽丈夫移居美国已有一年半时间,但却始终抗拒说英语。 每每面对社交场合,她总显得手足无措,而丈夫又是个刻板木纳的生物研究员,不懂体察妻子的情绪,因此家庭生活也不冷不热。 妹妹福美则刚刚分手,男友放弃了做家梦,准备返回家乡生活,而福美依旧梦想着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餐厅。 两人走到了人生的岔路口,分开已是必然选择,希望你的店里能用上我牵手中的土豆,男友祝福到。 福美微笑点头,尽管现在的她,还在一边打工,一边看着精英学入门的书籍。 姐妹俩各自先在各自的生活中,回家探望父母竟成了奢侈,这次他们是被母亲骗回来的,一向温和的母亲才是最能体察一家人心思的人。 尽管也因这份体察,女儿们才能如此安心地不常回家。 转眼两年时光就这样过去,2009年夏天,病情恶化的父亲已变得分不清逝世,她总是念叨着回去,而至于要回哪儿,她却又说不清楚。 马里依旧无法适应在美国的生活,而丈夫却像一台没有情感的机器。 她说最近自己正在研究一种名叫底江的小型鱼类,他们的脑吹涕会自动分泌激素,以适应各种环境,无论是海水、淡水、还是高温或污染,他们都会一边改变自己一边生活。 马里听出了丈夫话中的意味,只不过如此比喻,显得太过没有人情味。 好在儿子小虫答应跟随她一起回去探望外公。 另一边,父亲大学时的好友中村去世了,母亲让府美带父亲去参加葬礼,府美不情愿地答应了下来。 葬礼上,父亲茂然不知身处何地,只能像孩子般学着他人姿态走完整个流程。 直到一位不知情的老友跑来请求他发表致辞,父亲这才恍然明白,中村死了,而自己正在参加他的葬礼。 在学时,几人曾是柔道社的主将,有着用不完的力气,如今,乌是人非,连告别都需要额外付出几分精力。 夫美匆忙扶着父亲离开,而老人似乎想到了什么,他对着中村的排位高声喊道。 母亲忙不开时会将父亲送去日托所,而没想到的是日常恍恍惚惚的父亲应付起这里的生活,却显得游刃有余。 无论是写汉字还是唱歌,他总是表现最好的那一个,这大概就是当了一辈子校长所积累下来的优势。 不过,他总会在下雨时显得很焦虑,好像着急要去接什么人,嘴里不停念叨着,该回去了,该回去了。 某日,父亲独自出了门,刚刚宣告创业失败的夫美匆匆回了家,而等他赶到时,父亲一在马路边悠闲地吃起了东西。 送老人回来的是一个名叫道燕的年轻人,他是夫美的初中同学。 正当两人叛谈之际,父亲却被夫美开来的餐车所吸引。 看着父亲紧盯着车上的字体招牌,夫美有些失落。 一直以来,父亲都想让他去当一名老师,父女俩曾不止一次为此而争吵。 但这一次似乎有所不同,这是食堂吗?老人喃喃问道,算是吧,可以在里面做饭卖给别人。 第一次得到认可的夫美,开心为父亲做起饭来。 没想到的是,餐车前竟聚满了人,而父亲也发挥起了老校长的优势,指挥着人们排起了场队。 还是不想现在就放弃养,刚刚失败的夫美重又燃起了创业的希望。 不久后,马里带父亲回了一趟乡下,他觉得老爷子心心念念要回的家,一定是年少时生活的地方。 这里勾起了母亲的许多青春回忆,第一次约会,第一次见家长,而后便是订婚。 他们俩一路坐着火车,吃着柚子糖,唱着流行歌回了老家。 也是从那时起,一家人每次出远门,都会预先备好那种蓝色盒子的柚子糖。 说起这些时,母亲笑得如同少女一般。 马里问母亲,这些年有没有讨厌过父亲? 毕竟她脾气又倔,又满脑子工作,家里的事从来也没管过。 所谓夫妻到底是什么呢?这是马里正面临的困惑。 而母亲悠悠地说,我到现在也还没搞懂,还得再多做几年夫妻才行呀。 马里沉默着没有回话,母亲哼起了年轻时的歌谣。 歌里唱,孤独的夜里,幸福就在云端,往手向前走,不要让泪水掉下来。 即使边哭泣,也要边继续向前。 而此时的父亲却呆呆地坐在玄关处,他念叨着对小虫说, 这些日子感觉很多人和事都离得好远,离得远就会寂寞吧。 小虫还不明白外公话中的意味,但却用自己的方式给了老人慰藉。 午后,父亲再次吵闹着要回去,依旧是一副很着急的样子。 这里,也并非他心心念念想要回去的家。 反常的列车上,目前一直盯着少显圈带的母亲,似乎有重要的话要说。 字幕志愿 转眼又是两年 2011年春天 父亲连日夜相伴的母亲也都已认不出 更不幸的是 三月时发生了大地震 除了受灾区损失惨重外 东京居民也因辐射而陷入恐慌 在美国的马里一时无法回国 只能在万里之外担心着父母的状况 丈夫一如既往的冷静 就算你现在赶回去 也改变不了什么 人活着首先要对自己负责 这不是最基本的吗 丈夫的话让马里倍感失望 而此时的小虫也因处在叛逆期 而变得愈发了蘑菇屁 这家里的每个人 似乎都成了各自漂浮的孤岛 另一边 老两口出门采购时 恍惚的父亲将为付钱的商品 塞进了自己的口袋 母亲没有察觉到 走出超市时 两人被店员当成小偷懒了下来 一盒柚子糖 一盒鱼和一颗土豆 父亲拿的东西并不值钱 母亲也耐心解释了老伴的病情 但超市经理却不依不扰 言语中竟是奚落与羞辱 看着母亲低头道歉的样子 父亲突然发了脾气 最终浮美匆匆赶来 接走了两位老人 天空下起了雨 蜷缩于女儿散家的父亲 如同一个懵懂不知事事的孩子 而此时的浮美也正体味着人生的苦楚 自上次与道歉遇见后 两人便走到了一起 浮美原本期望 这会是一桩美满的姻缘 但道歉曾有过一段婚姻 且还有一个四岁的女儿 跟随前妻生活 经历了一场大地震 人们都变得更加看重家人与亲情 而道歉似乎也从未把浮美 放到过重要的位置 最终 她选择与前妻复合 回到了原有的家庭 女儿在外受了委屈 就想着和父亲说说 尽管她已无法厘清世事 爸爸 我怎么总是失败呢 无论做什么都走不进对方心里 真的好痛苦 浮美伤心地流下泪来 而父亲出于本能般 摸了摸她的额头 就像小时候每一次感冒时那样 这种事经常会有的 别愁兮兮的 要慢慢地来 父亲给了浮美最真切的安慰 尽管她把体恤的话 说得断断续续 尽管她转头 又忘记了女儿试水 姐妹俩再次见面时 上一起父母养老之事 也许该考虑把爸送到养老院了 但妈一定不会同意的 正当姐妹俩为此犯愁之时 母亲打来了电话 父亲又不见了 不过还好有定位 父亲变成了电子地图上 移动着的小红点 母女三人时而抓狂 时而救心 最终他们一路追着父亲 去到了儿时常去的游乐场 此时的父亲正陪着两个小女孩 玩着旋转木马 旋转的心放向后 玛丽向母亲提及 将父亲送去养老院之时 而母亲却突然说 你爸他呀 的确来过这里一次 那天我带你们来玩 下午时 天突然阴了下来 然后你爸就来给我们送伞了 当时我也很惊讶 但很快就明白 他为什么会来了 因为那天出门时 夫妹就有些感冒的迹象 一直在流鼻涕 你爸今天也来接我们了 顺着母亲的手看去 父亲带来的三把雨伞 正挂在栏杆上 姐妹俩此时才明白 原来这才是父亲 心心念念要回去的家呀 母女三人一同挥着手 老爷子依旧恍惚 很多事他只是依靠着本能去做 已无法再给出恰当的回应 但或许在某个平行的时空中 旋转木马上的父亲 也正向亲女挥着手呢吧 两年后的秋天 母亲因是往摩托勒做了手术 他担心父亲无人照看 不愿住进医院 而夫妹亦想好了应对方法 他再次放弃了工作转正的机会 这一次 不再因为梦想或爱情 而是为了照顾父亲 老爷子已失去了自主行动能力 哪怕是最日常的饮食起居 也必须要人协助 好在现在的夫妹 已有足够的耐心 去照顾如同孩子般的父亲了 两姐妹视频通话时 马里轻易察觉到了妹妹的成长 夫妹 你变了 想要他每天都闻我 老师听不懂日语 丈夫扭捏着不愿翻译 马里只好采取更为直接的方式 不久后 父亲因鼓烈也住进了医院 她的病房就在母亲楼下 夫妹很愧就没照看好父亲 但有些事大概只能论心 而无法去强求一个结果 母亲的眼睛依旧无法见光 但她还是一路低着头 找去了老伴的病房 母亲 父亲 一家人通话时 玛丽遮开了母亲和妹妹 女儿的很多委屈 只能向父亲倾诉 尽管现在的父亲已无法给出安慰 哭过以后 玛丽安稳地睡去 夜里醒来的小虫 为母亲盖上了毯子 而此时 外公依旧还在千里外的电脑屏幕前 祖孙二人举手之意 消失而笑 似乎达成了某种无声的约定 冬天时 父亲病危 玛丽匆匆赶回日本 则上次后 丈夫好像突然开了窍 出发前 她对玛丽说 等回来时 提前联系我 我去机场接你 工作日 天气恶劣 飞机严重晚点 你也会来吗 会 我会一直在机场等你 原来 工作狂斑的丈夫 心中也是有柔软的 就像年轻时的父亲一样 玛丽也试着用憋脚的英语 向丈夫说了感谢 所谓夫妻 就是要互相改变 互相适应 也找到最妥贴的方式 度过漫漫人生吧 父亲生日那天 我每带来了亲手做的蛋糕 但一家人却被告知 要做一个残酷的选择 父亲生命体重渐弱 是否要佩戴呼吸机 继续维持呢 当真正的告别来临时 连眼泪都是多余的 姐妹俩一时 不知该用怎样的情绪应对 而冰窗前的母亲 再次唱起了年轻时的歌谣 父亲手中 依旧握着蓝色盒子的柚子糖 这里面装着 她此生最大的牵挂 我觉得 爸爸应该不希望 就这样躺在这里 嗯 爸爸肯定会叫我们 不要做多余的事 冰窗前 亮姐妹低声商量着 而母亲却打断了她们 不要自说自话 爸爸的想法 你们怎么会知道 我们都要对妈妈的意志 徒乱 最后 你会让妈妈 慢慢考虑 决定吧 别的 这样子 已经很久 我决定了 我决定了 此时小虫发来短信 告诉母亲说 只要外公还活着 就希望他能继续的活下去 父亲此刻的活 也许更多是为了家人吧 最终母女三人 还是为父亲开了生日会 话说 我们家过生日 为什么要戴这种帽子呢 阿里问 现在还说这个干嘛 我们都戴了几十年了 母亲不在意的回说 不过我很喜欢 有种一家人融为一体的感觉 不愧是最重视家庭的妈妈想出来的 而母亲却摇了摇头 不是我想的 我只是把它延续了下来 那是谁呢 姐妹俩随母亲目光望过去 此时父亲脸上正挂着笑意 冬天时 福美将那本测电还给了父亲 她要从家里搬出去了 母亲正坐在父亲留下的老人椅上 打着瞌睡 门铃声响起 是前人接来的土豆 随向的卡片上写着 我想你差不多要用上了 福美露出笑意 适者已适 活着的人还要继续向前 阿尔兹海默症 离我们并不是很遥远 我的奶奶在我有记忆之前就已发病 在她将要离开的时候 面对着来看望的儿孙 她却已分不清谁是谁了 姥姥也是如此 人生最后的那几年里 她忘记了所有事 每天就坐在院子里晒太阳 有人来打招呼 总会问她一句 还记得我吗 而姥姥也始终固执地回答 记得 她早就忘了 就连最亲近的人也忘了 他们一生承担过很多角色 孩子 妻子 母亲 但这一切都在人生的末末完成了结算 连记忆都缓了回来 那别人家住在他们身上的意义 大概也不必去在乎了吧 有时候我会觉得如此人生终局也挺好 这么说并不是在美化病痛 人生走到头 无论是对于自己 还是对于亲近之人 都是残酷的 多数人生是 我们都无太多可选项 而面对那场必然的告别 我们能做的大概也只有尽量豁达一些 温情一些 有人情味一些了吧 我是唐景树啊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会持续分享关于日影的一切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